美國38個州共同對谷歌提出反壟斷訴訟 指控這家科技巨頭非法壟斷在在線搜索市場 損害了消費者和廣告商的利益 這是谷歌在近2個月面對第三宗政府反壟斷的訴訟 這宗訴訟是由兩黨總檢察長代表的各州 向華盛頓特區聯邦法院提出 並由科羅拉多州總檢察長菲爾·韋澤宣布 韋澤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消費者被剝奪了競爭帶來的好處 包括可能享受更高質量的服務和更好的私隱保護 廣告商因降低質量和抬高的價格而受損 這些損害反過來又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訴訟的焦點是指控谷歌利用一些額外的機制 非法維持其壟斷權力 在訴訟中列出了這家科技巨頭 涉嫌鞏固其壟斷權力的三種方式 第一 通過簽訂人為限制性合同 令其在搜索的大多數分發渠道中具有事實上的獨佔性 第二 通過拒絕廣告商將其廣告工具和競爭對手的廣告工具 進行交換操作對廣告商不利 第三 通過利用其搜索結果免業的歧視行為 限制Yelp和ChimpAdvisor等垂直搜索供應商接觸消費者的能力 這是近兩個月以來針對谷歌提出的第三中重大訴訟 韋澤表示他們會提出動議將此案和美國司法部的訴訟案合併 在10月20日 司法部和11個共和黨州的總檢察長提出類似訴訟 指控谷歌通過非法的排差性和連鎖性商業協議網絡 阻止競爭對手獲得搜索分發渠道 以維持其作為互聯網搜索人的地位 指控 Привет! 表示英文多説 節遇昌 指控指教 指控指�� 指控指計 指控指調